大家好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和Tourbox为您制作的后期训练营系列脚长 我是艾迪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集后期调色的思路 在这一集中我们将一起分析其他摄影师的作品 找到调色的规律 再根据自己的照片特点 从模仿别人的颜色到实现自己的风格色调 这一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与颜色有关的功能设置 在后期调色的操作过程中 大家仍然可以感受到Tourbox带来的快捷方便的操作体验 在学习Lightroom初期 大家很喜欢去下载一些调色预设 不能说这些预设完全没有用 因为在不了解调色方法的时候 经常是用了预设也调不出别人的颜色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忽略了自己的照片和别人的照片 在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 没能调出同样的色调也许并不是您的错 想要解决它就需要刨根问底的找到源头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呢 这就要先从分析照片颜色特点开始 造成照片颜色不同的客观因素主要是天气和时间的不同 同一个场景在晴天和阴天时看起来会截然不同 在冬天和夏天不同季节时 由于植物的颜色不同会看起来不一样 日落甚至夜景的照片呢就更不一样了 因为自然光和人造光源的差别拍出来的照片颜色呢 看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在模仿色调前呢 要先去分析对方的照片是在什么天气拍摄的 再通过照片中的光线特点分析拍摄的具体时间 如果我们用一张晴天日落的照片 硬要去模仿一张阴天的照片色调 是不是有些过于牵强呢 所以并不是每一张照片都适合全部的调色方案 这是一位我平时很喜欢看的摄影师的作品 在分析他的照片色调特点的时候呢 不难发现他所有的照片里啊 几乎没有日光下晴天拍摄的照片 要么是阴天雨天或者是傍晚带有灯光的夜景 这些时间段的光线呢有个特点 那就是比较柔和 不会出现强烈的明暗对比 天空的部分呢也不会有大量的蓝色出现 这些特点啊都无形中成为了他的个人风格 除了天气和时间的因素呢 拍摄环境中的颜色占有比例 也对照片整体色调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不同的城市中拍出来的照片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这都是因为城市中的建筑颜色 和设计风格本来就不同 在分析这位摄影师的作品的时候呢 我发现他和我一样很喜欢暖色调的风格 他的照片当中暖色的元素占有非常大的比重 比如红砖楼或者暖色的灯光 以及日落和植物的颜色都属于暖色系的 即便是夜景的照片暖色的灯光呢 也占有画面的一半以上 如果想要调出他这个风格呀 就要拍摄出暖色比例大的照片 比如您拍的时候也找这样的红砖楼 或者暖色系的建筑 但是要将一张全都是蓝色元素的照片 调成他这个风格呢 很显然是不太现实的想法 我呢从网上找了这么几张比较有代表性的照片 分别是蓝色绿色和红色占比比较大的照片 尝试在现有的基础上呢 看看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调色改动 这些照片啊都已经有了一些基础的调整了 但是呢这并不妨碍咱们去调色 因为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呢 除了添加颜色 还要有去掉颜色的逆向思维 吸取了上面两位摄影师的优点呢 我想要把这一张重修一下 首先呢重新调整一下照片的曝光 原照片的对比度和曝光呢都比较的低 而我呀更喜欢有立体感比较明快的照片 先点击这个自动按钮看看效果怎么样 嗯还不错 那我就保留这个设置的结果 比较低的对比度会让建筑看起来呢立体感不强 我呀增加一点对比度设置 按下Tourbox的这个按键 再旋转旋钮呢就可以进行参数调整了 通过对对比度的增加 您可以看到黑色的窗户框和建筑之间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层次感 照片中红砖建筑的颜色呢不强烈 而且啊太亮了没能和下边骑自行车的行人呢分离开 这个呢是我想要去着重调整的部分 使用HSL颜色工具 先选择明亮度降低红砖部分的曝光 以及玻璃上的曝光 在Tourbox上的这个滚轮上下滚动呢就可以进行快速的颜色切换了 也可以使用Lightroom中这个小工具来快速的选取和调整 降低了明亮度之后呢就是对建筑的颜色进行微调了 红色橙色和黄色在照片当中啊都有 按下Tourbox上的同一个滚轮进行快速的切换的饱和度设置 提高所有暖色系颜色的饱和度设置来凸显红砖的颜色 最后稍微调整一下这三个颜色的色相 让照片中的颜色分布呢更舒服 对比一下原片变化呢还是挺大的 为了让照片中的阴影部分更像第一位摄影师的照片 暗调里边呢又透着蓝绿色调 使用颜色分级工具啊 只在阴影部分渲染 由于原照片当中呢已经有了绿色调 所以啊我只添加蓝色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了 通过上面几步的操作 您看这张照片就已经和原来的照片啊不是一个风格了 在HSL颜色工具中呢有两种不同的显示方式 点击HSL会按照色相饱和度和明亮度显示 如果点击颜色两个字呢 界面就会按照颜色模式显示了 像这张蓝色占比比较大的照片啊 通过调色就可以继续让蓝色变得更深邃 降低蓝色的饱和度和明亮度呢 照片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再改变蓝色的色相就可以得到多样化的蓝色了 城市中大面积的蓝天呢 有的时候会看起来特别的普通 校准中的蓝色呀有奇效 这张照片中几乎看不清楚人 所以不会觉得很古怪 如果有人的照片啊 使用校准工具呢就可要小心了 因为它会让皮肤颜色看起来怪怪的 但是在这张照片当中啊 调整蓝颜色的色相 会让天空看上去不那么蓝 有那么一点点的绿色 而下面的植物呢 又更凸显出了秋天的那种红叶的感觉 这张照片的构图呢非常的好 树叶形成了一个画框 将视线引向了远处的塔 下面呢我就尝试一下 将这张明亮鲜艳的照片 改成一张暗色调的照片 首先呢调整曝光 这张照片啊就不能用自动设置了 用了之后呢反而更亮了 所以啊我选择手动设置色调 既然是暗调呢 那就降低一下白色色阶 让原本比较亮的区域呢变暗 降低阴影和黑色色阶 让原本就很暗的区域呢 现在变得更暗了 天空呢就不能变暗了 那样呢会显得照片很脏 提高高光让天空的部分显得更干净一些 这些设置啊都是可以通过Tourbox的十字键 搭配旋钮进行快速设置 屏幕上这个提示呢就是我的十字键设置 这个呀都是安装的软件预设理自带的 完全呢不需要自己去设置 照片中的绿色和红色呢过于抢眼了 进入HSL颜色工具呢 降低红色和绿色的饱和度和明亮度 把整体氛围呢给压暗一些 除了红色和绿色呀 它们的周边颜色呢也是需要注意的 您看黄色和橙色的饱和度啊 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树叶的部分 明亮度设置呢也是一样的 但是黄色的明亮度呢不要降低 反而要提高是为了让塔上的颜色呢 有一个亮度的对比提高立体感也是很好看的 最后为照片添加一个暗角 让原本就有的天然画框呢变得更明显 这样一来啊这张照片呢就从之前鲜艳明快的版本 变成了暗调有点忧郁的版本了 想要调出自己想要的色调呢 还是要熟练的使用Lightroom中的各工具 才能做到指哪打哪 您平时练习的时候啊 不妨多试试Lightroom中的各种参数 看看都有什么样的变化 再不成您这不是还有我呢吗 从单个工具的使用技巧讲解 再到这个系列的后期思路整理 我呢正在努力的为大家制作一个 全面的Lightroom后期系列教程 帮您更好地掌握摄影后期技巧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和Tourbox 为您制作的后期训练营系列教程 我是ID 后期调色固然重要 但是啊您也别忽略了 前期拍摄也同样的重要 感谢Tourbox提供完美舒适的 后期操作解决方案 咱们下期见